18. 明報 小組戚騎發離譜令指導性贏 編第三黎海榮重罰停賽14日 2015年7月15日 《馬經》B.10 突約賽馬記者極寶倫報導 競賽董事小組昨天完成了殺科日第六場指導性跑法的言訊 小組對騎師黎海榮提出五項指控 裁定全部成立 並罕有地直施騎者於直路上如以足夠的決心及力度拆騎 馬匹士有權勝出該場賽時 可見小組認為騎者拆騎方式離譜 結果初犯天條的黎海榮被重罰停賽14日 內季開諾喜執行 小組昨天就殺科戰參賽馬指導性的跑法作進一部聆訊 除黎海榮外,指導性的連馬司審集成亦有出席作供 小組指控黎海榮違反賽事規例第九十及五條 事源他作為指導性的騎師 未有於整場賽事中採取一切合理而有可容許的措施 確保給予指導性十足增性機會或取得最佳名次 小組提出的指控主要是入直路350米處起至終點 騎者推騎決心及力度不足 轉邊慢及未能有效用邊等等 經考慮所有證供,小組裁定對黎海榮的指控成立 儘管今次是騎者首次被指控違反此項賽事規例 但小組認為其次次為賴的性質較為嚴重 且其所違反的規例屬重要規例 小組亦認為,躺若他於直路上已足夠的決心及力度 趨策之道性,馬級或有可能勝出 之道性殺科日出戰第六場四班千八米 喉上第三府於頭馬六野先個半馬位 與亞軍索咖啡則相距三四馬位 開羅起執行10.25才復出小組最後判罰黎海榮停賽 十四個賽馬天內季開羅戰9月6日起執行 騎者要待至10月25日沙田日賽才可復出上陣 雖不認罪暫定不上訴黎海榮雖不承認有關指控 但暫定不提出上訴 今次是近一年內第四位騎士被判違反賽事規例第九十條 其中鄭羽田及毛斯二屬第三及第二次觸犯此天條 財備重罰停賽十八日及十五日 黎海榮初犯警罰停賽十四天 可見小組對今次事件之重視 亦對黎海榮當時賊茄方式極度不認同 知道性跑發言信黎海榮五中罪罪名一遲遲不轉 便於跑過350米柱後 當知道性向外移出時 黎海榮要一段長途程直至最近250米柱時 財油由手握邊改為左手握邊 而他當時實可再合理而有可容許的程 G 下更快地轉手握邊 此導致知道性在賽事此階段未能受力拆及全力思維 罪名二曾亭子力拆由趨近250米柱至接近200米柱 黎海榮亭子力拆知道性 而他當時實可採取此一合理而有可容許的做法 此導致知道性在賽事此時未能全力思維 罪名三決心不足至接近200米柱起至趨近50米柱時 知道性一度受六野先妨礙 當時黎海榮未有以足夠的決心及力度趨策之道性 而他實可採取此一合理而有可容許的做法 此導致知道性一度受六野先妨礙後直至終點 當時黎海榮未有以足夠的決心及力度趨策之道性 而他實可採取此一合理而有可容許的做法 此導致知道性一度受六野先妨礙後直至終點 黎海榮以最名一至最名四方式插騎之道性時 可見到他的右手明顯缺乏動作 左手則未能有效用邊 以自作騎未有被給予十足機會爭勝或取得最佳名次